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成为台北市第一位以书勋规划五国国籍 并领取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外籍人士 他是世病尤卿从不说类的赖甘林神父 赖神父特别关心病人 他不但是台湾耶稣会式的健康守护者 也经常到医院探访教友 但神父说自己不喜欢吃保健食品 不吃太饱 不睡太饱 不让身体器官有过多的负担 加上每天的繁忙行程 运动量也很足够 还有个性单纯 朴实 幽默开朗 用充满爱心 这应该就是他的长寿秘方 一百岁的他 至今人不断在一家又一家医院奔走 去探访 关照他的耶稣会弟兄 以及许许多多需要他的朋友 桃园龙潭有一项具有客家特色的活动 迎古董 这个古董可不是什么古物 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街 曾经消失的这项活动 在地方人士的努力下 几年前开始重新举办 现在也成了民众共同参与的热闹 迎古董嘉年华 日本时代 农潭街上还没有工商业的发展 大部分的居民都务农 农忙期过了 没什么娱乐 唯一的消遣就是请戏班来做大戏 于是居民出点子起哄 上下街以地方的士生 外貌 姓名的谐音发展出 等风玉性的主题 制作道具 牛车 洋车 游街 互相揶揄 为农村生活平添乐趣 消失近半世纪的银古董 去年开始重现农坛街头 配合银财神信仰活动 让农坛街上的庶民生活 乐趣重现江湖 并注入创新的元素 广泛邀请社区团体 参与银古董嘉年华 一起找回银古董的文化记忆